河流缓缓流过,有漩涡也有温暖,夹杂着无奈,也携带着苍蓝。 作者碧飞宇,演播赵薇。 小马固执地认定,嫂子是一匹棕红马。 嫂子的蹄子得意起来,差不多就要腾空了。 但嫂子说,小马,你是真正的小马。 这句话说得多好,这句话看似平淡的话里有多么自由的内容。 小马的蹄子纵情了,她和嫂子一起爬上了一道山岗。 在山岗的最高处,开阔的金色牧场呈现在他们的眼前。 金色牧场其实是一块巨大的盆地,一些地方碧绿,一些地方金黄。 阳光把云朵的阴影投放在了草场上,阴影在缓缓地移动。 这一来,金木场运动起来了,雾的形成了一种旋转。 这旋转是围绕着一匹棕红色的母马,也就是嫂子,而运行的。 嫂子却不知情,她撩起她的两只前蹄,长刺一声,然后打了一连串的秃鲁。 她在打秃鲁的时候,她的尾巴飞扬起来,在残阳的西罩中千丝万缕纷扬扬扬,飘飘洒洒,形成了一道又一道棕红色的线条。 这线条是透明的,散发出灼灼的滑光,像没有温度的火焰在不可思议的燃烧。 小马把她的鼻子靠上去,嫂子就用她的火焰服侍小马的面孔,小马闻到了火焰醉人的气味。 嫂子后来就转过身来,她背对着金木场,把她的脖子架在了小马的脊背上。 嫂子的脖子奇特了,她脖子下面的那一块皮肤温柔而又润滑,松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 小马就不动,用心地体会这种惊人的感受。 最终,她让开了,反过来把自己的脖子架在了嫂子的背景上。 嫂子的身上全是汗,她的肌肉还在不规则地颤抖。 一阵风过来,嫂子的身体和小马的身体挨在了一起,她们拥有了共同的体温,她们还拥有了共同的呼吸。 她们用各自的一只眼睛凝视着对方,嫂子一点都不知道,她亮晶晶的瞳孔里头全是金木场的影子,还有小马的头部。 小马的头部在嫂子的瞳孔里是弯曲的,她的弧度等同于嫂子瞳孔表面的弧度。 嫂子的眼睛眨斑了一下,她在眨眼的过程当中,她所有的睫毛都参与到这个美妙的金城中来。 先是聚集在一起,然后啪的一下打开了,这个啪的一声让小马震撼。 她的脖子蹭了一下嫂子,作为回报,或者说作为责备,或者说作为轻易,嫂子也用她的脖子蹭了小马一回。 小马愿意自己的半张脸永远沐浴在嫂子的鼻息里,到死,到永远。 一个牧人这时候却走了过来,大不留心,她的肩膀上扛着一副马鞍。 牧人几乎没有看到小马,直接来到了嫂子的面前,她把她的马鞍放到了嫂子的身上去。 小马大声说,放开,放开,别碰她。 牧人却拍了拍嫂子的脖子,对嫂子说, 呦! 牧人跨上嫂子的脊背,对嫂子说, 驾!驾! 牧人就走了,是骑着嫂子走的, 也可以说是嫂子把她带走的。 牧人的背影在天与地的中间一路颠簸, 小马急了,撒开四只蹄子就追, 然而只追了几步,小马就发现自己不对劲了。 小马回过头去, 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散落一地, 全是螺丝和齿轮,还有时针,分针,秒针。 小马原来不是马, 而是一台年久失修的闹钟, 因为狂奔,小马自己把自己跑散了。 他听到了嫂子的四只马蹄在大地上发出的撞击声, 咔嚓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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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大夫,孔大夫, 小马,上中了! 小马闭着眼睛, 还在那儿天马行空, 大厅里突然就响起了高维的一声叫喊。 小马醒来了, 不是从沉默中醒来的, 而是从沉默中的沉默醒来了。 小马站起身, 嫂子也站起身, 站起身的嫂子打了一个很长的哈欠, 同时伸了一个很充分的懒腰。 嫂子说, 哎,又要上中了, 困了, 真困。 客人是三个, 偏偏就轮到了王大夫, 嫂子还有小马。 小马不勤怯, 然而小马没有选择, 作为一个打工仔, 永远也没有理由和自己的生意去别扭。 三位客人显然是朋友, 他们选择了一个三人间, 小马在里侧, 嫂子居中央, 王大夫在门口。 三个人就这样, 又挤在了一间夫子里。 这样的组合, 不只是小马别扭, 其实王大夫小孔也别扭, 因为别扭, 三个人都没有说话, 这是中午, 从气息上说, 中午的时光和午夜的时光, 并没有任何的区别。 他安宁, 静谧, 适合于睡眠。 也就三四分钟, 三个客人前前后后睡着了。 比较下来, 王大夫的客人最为酣畅, 他已经打起了响亮的呼噜。 那边的呼噜刚打起来, 小马的客人也当仁不仗, 跟上来。 他们的呼噜有意思了, 前后刚刚差了半个节拍, 此起彼伏, 此起彼伏。 到底是朋友, 打呼噜都讲究呼应, 却分出了两个声部, 想二重唱一般。 原本是四四拍, 因为他们的呼应, 换成了进行曲的节奏, 听上去是那种没有来头的仓促, 好像睡眠是一件很繁忙的事情。 有趣儿了, 小孔笑着说, 这下可好了, 我一个指挥, 你们两个唱, 可好了。 小孔的这句话, 其实也就是随口一说, 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, 可是说话永远是有场合的, 有些话就是这样, 到了特别的场合, 它就必然有特别的意义, 不可以琢磨, 一琢磨, 这意义可就大了, 越琢磨, 就越觉得意义非凡。 我一个指挥, 你们两个唱, 什么意思呢? 王大夫在想, 小马也在想, 王大夫心不在焉了, 小马也开始心不在焉。 随着客人的呼噜, 推拿势力就再也没有了动静, 可推拿势力的静默并没有保持太久, 王大夫和小孔终于说话了, 是王大夫把话头挑起来的, 他们谈论的是最近的伙食, 主要是菜。 小孔的意思很明确, 最近的饭菜越来越不像话, 这句话王大夫倒是没接, 他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过多, 万一传到金大姐的耳朵里, 总归是不好的。 金大姐是推拿中心的厨师, 她那张嘴可是不饶人的。 王大夫就把话岔开, 开始回忆深圳, 王大夫说, 还是深圳的饭菜口碑好, 小孔同意, 他们一起回顾了深圳的海鲜, 还有汤。 因为客人在午睡, 王大夫和小孔说话的声音就显得很清晰, 有一句没一句的, 也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色彩, 很家常, 仿佛老夫老妻在卧室里, 在厨房里, 就好像身边没有小马这个人似的, 但小马毕竟在, 一字一句都听在耳朵里。 在小马的这一头, 王大夫和嫂子的谈话, 已经超出了闲聊的范畴,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调情了。 小马没有去过深圳, 就是去过, 他也不好插嘴啊, 小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, 在沉默中沉默, 内心的活动, 却一点点的加剧了。 羡慕有一些, 酸楚有一些, 更多的, 却还是嫉妒。 不过, 嫂子到底是嫂子, 每过一些时候, 总要和小马说上一两句, 属于没话找话的兴致, 这让小马平静了许多, 再怎么说, 嫂子的心里头, 还是有小马的。 小马羡慕, 酸楚, 嫉妒, 但多多少少也还有一些温暖。 不管怎么样, 这几个小时是平静的, 对他们三个人来说, 却又有点漫长。 一群推拿店里的盲人按摩师, 私密而真实的另一种人生杯。 有生中国, 有你, 有我。 听听美妙的声音, 感悟五彩的生活, 呼吸清新的空气, 体验美丽的人生, 让眼睛不再疲惫, 让耳朵不再孤单。 有生中国, 让声音更加五彩斑斓, 让阅读增篇更多精彩。 您正在收听的声音, 来自有生中国, 为您精心搜集整理。 更多精彩有生小说, 请访问3w.ysce8.com。 三个人都希望能够早一点过去, 还好, 小马手底下的客人第一个醒来了, 一醒来就长长的输了一口气, 这口气把另外的两个客人都弄醒了。 这一来, 推拿室里的气氛恢复了正常, 再也不是老夫老妻的厨房和卧室了。 客人们睡眼心中的讨论了这个武教的体会, 他们一致认为, 这个中午好, 这个中午来做推拿, 是一个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抉择。 刀尾这个时候进来了, 站在王大夫的身边耳语了一句, 王大夫的一个贵宾来了, 正在四号房等他, 床已经铺好。 王大夫说了一声, 哦, 知道了, 给客人拽了拽大腿, 说了两句客气话, 告别了。 客人们则开始在地板上找鞋子, 利用这个空气, 小孔已经把深圳的手机摸出来了。 他打算留下来, 在客人离开之后和父亲通一次话。 小马已经听出来了嫂子的磨蹭, 他没有要走的意思。 小孔一点也不知道, 时间正在咔嚓, 小马的心脏也在咔嚓。 客人终于走了, 小马走到门口, 拼了听过廊, 没有任何动静。 小马拉上门, 轻声地喊了一声, 嫂子, 小孔侧过脸, 知道小马有话想对的说, 便把手机放回到了口袋里, 向前跨一步, 来到了小马的跟前。 小马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, 却闻到了嫂子的头发。 嫂子的头发就在她的鼻尖底下, 安静, 却蓬勃。 小马低下头不要命地做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呼吸。 嫂子, 这个深呼吸是那样的心旷神移, 它的效果远远超过了鼻孔的能力。 嫂子, 小马一把搂住了小孔, 它把嫂子孤在了怀底, 它的鼻尖在嫂子的头顶上四处游动。 小孔早已是惊慌失措, 他想喊却没敢。 小孔挣扎了几下, 小声的却是无比严厉地说, 放开, 叫不我喊你大哥了。 徐太来说话了, 他到底是说话了。 徐太来一开口, 事情就好办了。 金烟当即就开始了他的情感攻势, 这攻势别致了, 他的进攻是从外部做起, 扫荡一样, 把外围的一切都扫平了。 这句话怎么讲呢? 这句话的意思是, 当徐太来意识到金烟喜欢自己的时候, 归拿中心的所有人早就知道了。 金烟做了两件事。 一, 吃饭的时候坐在徐太来的身边。 二, 下班的路上拉着徐太来的手, 对盲人们来说, 这两个举动其实都是家常的, 一般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含义, 尤其在下班的路上, 盲人下班历来都是集体行动, 三个一群, 四个一组, 由一个健全人搀扶着, 手拉着手回家。 但是金烟就是金烟, 永远都是不同凡俗的。 应该说, 归拿中心的人对金烟和徐太来的关系, 并没有做好精神上的准备。 相对来说, 哪一个男的会追哪一个女的, 或者说哪一个女的会追哪一个男的, 人们大致上都会有一个普遍的认知。 简单的说, 看起来般配, 般配这东西特别的空洞, 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 但是一落到实处, 落实到人头上, 般配这东西又格外的具体。 再怎么说, 林黛玉总不会和鲁智深恋爱的吧? 黛玉和鲁达不配, 金烟和太来也不配, 既然不配, 谁还会往那一扇头想呢? 金烟高调出场了, 这一天的中午金大姐来了, 她的到来是一个信号, 中午饭开场了。 金大姐是一个健全人, 是推拿中心的专职厨师, 她的特点是准时, 不用按表, 她一进门一定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。 金大姐勤勤恳恳, 客客气气, 她把饭拨递到每一个人的手上, 大伙很快就狼吞虎咽了。 年轻人就是这样, 不可能好好地吃, 不分男女, 要不狼吞, 要不就虎咽。 金烟这一次却没有, 她把饭拨放在饭桌上, 反过来去喝水。 金大姐说, 金烟, 你快吃吧, 今天的这伙食不错呢。 金烟是这样平心静气地回答金大姐的, 不着急, 我要等太来, 我们一起吃。 金烟说这话的时候, 太来还在上钟, 他的一个贵宾摆了脚踝, 需要理疗, 所以就加了半小时的钟。 金烟这么一说, 大伙儿想起来了, 昨天午饭的时候, 金烟特地走到太来面前说道, 太来, 我坐在你的身边可以吗? 金烟说得大大方方, 大伙儿都以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玩笑, 谁也没往心里去。 都红站起来, 特地给他让开了座位。 坐吧, 徐太来又不是贝克汉姆, 你爱坐多久坐多久, 可是金烟这次说的是我要等太来, 这次说的是我们一起吃, 大伙儿很快就静了下来, 多么轻描淡写, 轻描淡写就是这样, 他的本质往往是敲锣打鼓, 金烟才来几天, 这也太快了吧, 他怎么就看上徐太来了呢? 不会吧, 是搞错了吧? 没搞错, 金烟看上太来了, 是不是恋爱, 现在还说不上, 不过事态却是明摆着的, 金烟对太来不是一般的好, 更不是同事之间的那种好。 太来下了钟, 金烟先让他去洗手, 洗过手, 金烟和太来坐在了一处, 吃了起来, 金烟一边吃, 还一边关照太来慢一点, 一边关照, 还一边从自己的碗里给太来剥菜, 嘴里头还细细叨叨, 这哪里是同事吗? 休息区安静了, 太来听到了这种安静, 低下头想拒绝, 金烟放下碗, 推了太来一把, 说, 男人要多吃, 你知道吗? 太来已经窘迫的不知所措了, 就要扒饭, 都忘记了咀嚼, 满嘴塞的都是鼓鼓囊囊。 这是哪儿啊, 这是休息区啊, 所有的人都在啊。 金烟就是有这样一种辽阔的气魄, 越是大听广众, 越是庞若无人。 金烟吃着, 说着, 偶尔还发出一两声的笑, 声音小小的, 嘀嘀的, 呈现出来的这种亲密的格局, 是恋人才有的局面。 这一来, 休息区里的人们反而是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了, 静悄悄的, 只剩下金烟和太来的咀嚼。 咀嚼声一唱一喝, 或者说呼唱复喝, 大伙儿只能保持沉默, 心底里却复杂了。 徐太来算什么? 算什么呢? 刚来了一个美女, 偏偏就看上她了, 太来还对人家爱搭不理的, 谁信呢? 如果说, 一起吃饭时, 金烟所表现出来的, 是她的勇敢高调, 到了深夜, 在回家的路上, 金烟又不一样了, 金烟呈现出来的是另外的一面, 无能而又焦雀, 她对太来依赖了, 一定要拉着太来的手, 别人的则坚决不行。 深夜的大街安静了, 马路上不再有喧闹的行人, 不再有拥挤的车辆, 这是喧闹和拥挤之后的安静, 突然就有些冷清, 大街一下子空旷起来, 成了盲人们的自由世界, 当然也是一个孤独的世界。 盲人们虽然结着伴, 但到底还是孤独的, 金烟所喜欢的正是这份孤独, 他们沿着马路的左侧, 一路低语或一路说笑, 每到这样的时候, 金烟都有一个无限罪人的错觉, 这个世界是她的, 只有她和泰莱两个人, 像荒漠一般。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? 没有了, 想想吧, 在深夜, 在寂寥的大街上, 也可以说在苍凉的荒原上, 一个姑娘拉着一个小伙子的手, 他们在走, 义无反顾地走, 多么的严谨, 多么的温馨。 那么、 我们现在也很吁愿, 我们在舔的这道理下的那种比较多久, 有点少说, 我们在那边做什么,